卢云平 我的爱徒啊 好师傅 好好谢谢您 这回得到官方认证 对全世界得说 卢云平是我的爱徒 好好听着点 他是德云社中最高学历的代表 他是德云社演员都不敢得罪的诗歌 他是郭德纲最喜欢 也是最信任的徒弟 他就是铁面无私的总队长 卢云平 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因为喜欢相声 毕业之后 虽然找了工作 但影响了 他看郭老师的相声 就把工作辞了 思来想去 觉得自己也可以试着学习相声 就去德云社报名了 能请假吗 因为星期六下午 是郭老师的是相声专场 我跟那领导商量 我明天能请个假吗 他说不行 不能请假 咱们本来人也少 而且客户什么的 都放假都来看房 发传单正热火朝天的时候 他说不能请假 我说那能不干了吗 乐意给我节的钱 就几个节的钱 要不乐意节呢 我也不要了 明天我就不来了 他虽然来得比 岳云鹏他们来得晚 却拜师拜得早 可见业务能力不一般 2006年 德云社成立十周年 庆典前夕 行了拜师大礼 成为了首批云子科徒弟 现为师叔 高峰捧根 两人都是学的 老先生的表演风格 也因为能力出众 深受郭德纲信任 现任德云演出一队队长 也是德云社九支队伍的总队长 今年还新提了德云社副总职位 被老郭视为看家的角 手里有个生杀语夺的大权 那就是安排演出 他需要平衡和协调 所有相声演员的工作协调安排 还要负责检查台上每位演员的工作能力 每个队伍的业务审批都要经过他 所以很多师兄弟都会开玩笑讲 不肯得罪他 最近的例子就是 今年五队小风香 你话我猜的游戏 标题是 《卵队不行》 猜题的张赫琴 直接被师兄弟暗示跪着猜 在说出答案 《卵队不行》后 立马补充到 《卵队不行》 谁能行 简直是求生欲爆棚了 想想德云社几百名演员的演出 无论怎么安排 都会有人有意见 加上《卵队平》性格非常耿直 做事讲究原则 因此在无形之中得罪了不少演员 就比如当年 不管你曹云金多火 名气多大 《卵队平》就按规矩办事 说不让你演 就不让你演 曹云金把老郭都扳出来了 师父说了 小剧场我随便进去演 《卵队平》直接说不行 演出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你演了就得有人演不了 当时曹云金在德云社 相当于一哥的地位 而《卵队平》那会儿还显有人知 他就敢这么杠 还是他师哥的曹云金 也就是因为他这个性格 备受老郭信任 一来他不会循私 多给和自己关系好的人安排演出 二来也不怕 比他地位高 名气大的人 一碗水端平 因此呢 把德云社的业务交给他管理 也是很让人放心的事情 郭德纲曾经在节目中 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调侃到 很多人说我身边有奸臣 建议清君策 说的就是他 郭德纲 郭德纲每次演出介绍他的时候 都会着重地说 这是我的爱徒呀 这可是岳云鹏 张云雷 甚至亲儿子都没有的待遇 足以说明这份信任 是其他人不能轻易磨灭的 被德云社演员戏称为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鸾云平 确实大权在握 其实这么些年来 鸾云平的商演 其实并不多 他把更多的机会 留给了师弟们 鸾云平有着传统行业的地位 又有新企业架构下的权威 说到底 他没有辜负郭德纲的一生 爱徒